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風雲谷》YouTube頻道 是在香港時間星期一至六晚10點播出 星期日會有合集重溫 現在每晚都有超過一萬位觀眾收看直播 每集的收看人次平均超過20萬 而訂閱人數也向30萬進發 《風雲谷》是完全免費播放 我們兩位主持人陶傑和薄偉聰 就算長途不洩都要坐在一起做節目 目的就是為了盡善盡美 在新的一年《風雲谷》會推出頻道會員制 加入的會員除了專享《風雲谷》會員專屬影片之外 還會有專為會員而設的特別內容 外景特輯和直播互動等等 而我們也籌備專為會員而設的限量珍藏紀念品 當然不少得得意可愛的《風雲貓》 陶生和鮑Sir親筆簽名的Post卡等等 作為對於大家長期支持《風雲谷》的一點心意 各位想做頻道會員很簡單 你可以在本片的描述欄 點擊最上面的連結就可以加入 而除了剛才提到的會員專享之外 你還可以在直播或首播時段 使用專為各位會員而設的陶生Sticker 下一階段更加會有鮑Sir和《風雲貓》的Sticker 而在你的名字旁邊 會有一個很特別的頻道會員分章 這一點都是我們對於各位支持者的小小心意 有心有力的朋友 還可以同時加入陶傑Patreon 和霸偉聰衝心直說的Patreon 兩位的Patreon 除了一至六《風雲谷》的聲音版 請各位下載隨時收聽之外 亦有陶生和鮑Sir更多的文章和節目 和大家細細聲密密撿 我們相信有大家的支持 《風雲谷》團隊一定能夠越做越好 我們期待和大家一起攜手 翻山越嶺 走到黎明來到的一天 再一次多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 多謝各位邁位準時收睇或收聽《風雲谷》 多謝各位支持我們這個叫特別的頻道 加入成為頻道會員 年近是歲晚 今年香港過年 我想很多北錦交集 很多朋友在香港都說 又不可以說很差的 但是起碼你看見眼見 手掌眼見 市面就蕭條很多 尤其是幾十年來都沒見過 第一個聖誕節新年 第二是農曆新年 尖沙咀銅鑼灣必定是人山人海 但是現在尖沙咀那裡 就不見有這樣的氣氛 那些商場十舖都有六七吉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們這些本來都很想回來 幫助香港消費 大家看到這樣的局 就真是半天調 為什麼呢 香港有的東西 香港有的東西 在香港以外 你還要逐漸發現 其實都有了 其中一個例子 日本 日本的日元 對港幣的匯水是低至 一度是五個半 現在是六個幾 我就怕遲些日元會上升 所以在日元對港幣的低匯率 是空窗期 那你說 香港最優勢的就是吃 而且吃得便宜 還有多選擇 那現在整個香港吃的優勢 隨著日元低 已經搬去日本了 還有服務招呼好過你 周圍乾乾淨起你 所以你說其他那些 香港沒有的那些 譬如說自由 一個合理的政府 和一個良好的制度 那些香港外面有 英國有 你別管說什麼 教師又罷工 我告訴你 除了鐵路 野貓式罷工 醫護人 教師又罷工 是 這樣 怎樣 住香港 住英國 是不是更加慘 不是 但我們覺得 什麼叫香港 本來有 後來沒有 現在英國一向都有 就是 罷工這些行為 你在香港 動不動就會上升到國安法 港都有罪 是吧 但是在英國來講 是有它的普通法 還有200多年的人權的保障 你只要看罷工 這些醫護罷工 教師罷工的問題 香港特區政府 將會和以往 是怎樣對這種 這樣的行為 和英國政府 怎樣對同樣的行為 這樣你就知道 是 是政府怎樣對這些 罷工和抗爭 香港特區政府 對這種 包括罷工 在內的抗爭 就隨時上升到國安法 還有現在再加上23條 而英國呢 對這些抗爭 和包括罷工的 是合理和合乎人性的 你看這個大的圖 當然 你說有些香港的家長 帶著一些小孩 說 教師罷課 那怎麼辦 是不是我兒子沒得讀書 上小幾日課 如果你看 陰芝麻利 短視的東西 當然是這樣 但是你看這個大的圖 為什麼教師罷工 和英國的社會 和政府 怎樣對待這些罷工 你就知道 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是不是 是的 陶先生 其實你說的現狀 我前兩個月 都能感受到 在Facebook 或者我在朋友圈裏面 我認識的大部分的朋友 都出去玩 即是說 就算在香港 所謂未正式跟隨中國大陸 解除動態清零之前 其實有能力有錢的 他都寧願飛了去日本 飛了去東南亞國家 或者甚至遠赴歐洲 去花錢 那些錢 結果花了去外國 我不知道現在香港的朋友 埃連近晚的市況是怎樣 聽聞都比以前差的 最主要我覺得 那些人就是按著個荷包 還有有錢 兩個方向 要是出去花 要是留回將來 因為 在這個2023的國際形勢 也好 或者香港的形勢也好 其實都不是太樂觀的 經濟的恢復 都還要時間 還有最慘的是 有很多 譬如說 外國怎樣去 對香港的出口 又或者是一些制裁的措施 其實是 不會看到有曙光會取消 不會改變的 不會改變 而離開了的外資 離開了的一些外國的工作人員 組織 會不會回來呢 會不會回來呢 會不會再從來香港租大捨自留 會派駐人員 這些全部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這個問題 就是造成大家對於花錢 是比較審慎 所以說香港特區怎樣對那些人 和英國怎樣對那些人 我再舉個例子 在這個疫情期間 英航來到香港 那些機師和空中小姐 全部被你當作囚犯那樣對待 囚禁在這個酒店 是 尤其是有一家航空公司 兩個叫做空中少爺 叫做帶了病毒進來 叫做不慎 他沒有這樣的企圖 是吧 就被指為在這裡播毒 然後呢 你怎樣對他呢 是判了他們坐牢 OK 但是呢 你同一個叫做洪惠文的party 這些權貴在這裡開party 三位道門有限聚令 走到出去也都有人 是這個帶陽性 是沒有人被控和坐牢的 是 這些細節呢 我想無論你是什麼顏色 住在香港很多人 他都感受到 是變成 譬如說石禮謙這位議員 他說 香港已經不是他以前所熟悉的香港 就是那些欽芝麻利勢的地方 是吧 是啊 所以就 我想現在特區政府 自己心知肚明 1月17號 香港特區的財政司司長 這個叫陳茂波 就去到這個叫瑞士的達波斯 達布斯一個叫做財新CEO午餐會 這個財新是中國的一個網站 財新網 是的 在那個CEO那裡接受財新的專訪 他就說 現在是什麼 這些什麼經歷 百年未見的大變局 全部是跟隨上面的那種語調 他說地緣政治因素最大 他在這個午餐會那裡發表講話 他說香港身為聯通中國大陸和世界的 所謂的超級聯繫人 在地緣政治緊張的時候發揮獨特的作用 這句說話 由現在的財政司司長說出來 我都覺得很滑稽 地緣政治緊張發揮獨特作用 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香港在緊張的時候你要保持鎮定 香港在地緣政治緊張的時候你要保守中立 董建華時代曾經口口聲聲大言不殘有人 就說要將香港是建為遠東和亞洲的瑞士 現在Dawolf就在瑞士 現在這個財新就在瑞士那裡搞一個這樣的午餐會 然後你那個陳茂波要在瑞士那裡發表講話 為什麼是瑞士呢? 瑞士就是聯繫人 對嗎? 他就是一個中立國 但是現在在美國壓力之下 瑞士都要站在美國那邊 那你可想而知 中國現在在世界的地位是什麼? 中國的威脅是令到西方文明國家感受有多大 你如果說要香港成為亞洲的瑞士 如果真是這個夢想去成立 你陳茂波不用飛到去Dawolf 應該這班CEO飛來香港 在香港的五星大酒店 而是由香港為東道主去招待 你現在還要走去瑞士那裡去講這些 而二十多年前阿董說香港會成立亞洲的瑞士 我早就說過香港要做亞洲的瑞士 你知不知道人家瑞士是什麼角色? 第一是一個獨立國 第二是在蘇聯和美國之間它是保守中立 在納粹那時候和盟國之間它仍然是中立 你做得到嗎? 然後它那個瑞士的國際聲譽 是在幾百年裡的地緣政治的時候建立出來 所以它到底這句說話 它知不知道自己說什麼呢? 當然 在地緣政治裡是保持一個聯絡人 這個定義也挺下爬輕的 陳茂波司長的言論 我又覺得它完全不錯 只不過是錯了時間 理論當然不會錯 錯了時間 還有錯了一個主角 就是香港做不到瑞士 因為百多年的大變局 地緣因素最大 當然了 香港在鴉片戰爭割讓之後 其實它的作用就是地緣政治裡面 成為了中國和英國或者世界上一個轉口港 大家都知道的了 如果大家對香港的開埠歷史有少許認識都知道 在晚清辛亥革命期間 其實很多的革命志士 包括孫中山都在香港去籌款 去舉行這些活動、講座、演說 或者推翻滿清政府 當然中間你說有沒有外國勢力呢 除了英美、日本也有 殖民地政府就是外國勢力 香港不是大清帝國 那是發揮到它的超級聯繫人 不過是聯繫來推翻滿清政府 它是那些基地 好了再數下去 去到近代 因為我都說過了韓戰、越戰 特別是韓戰的時候 香港作為一個英國殖民地 一個很微妙的角色 因為連接中國大陸 裡面有很多中間的走私貿易 或者是中間有很多的情報工作 都是在香港進行的 去到越戰當然也是成為了美國的戰艦、水兵 來到香港去補給消費的地方 再去到後面的70年代 成為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的轉口港 或者是資金的來源 這些全部其實都在香港這幾年發生的事之前 香港一直以來的角色 不用你陳茂波司長說的 我們在中學的時候讀過EPA都知道的了 現在反而是調轉 因為正正是特區政府加起來 現在國安法實施之後 將這個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徹底摧毀 陳茂波繼續說 他說中美關係緊張 鵝烏衝突加劇了金融市場的波動 這是真的 然後他說 香港發揮的角色 除了透過一系列互聯互通機制 將國際資金引入中國大陸 亦都藉此增加各方的共同利益 實現大家的利益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越抱越緊 這個越抱越緊 我都覺得有點肉麻 那個畫面是男女關係 這個是你一廂情願 2015年 這個叫中國的政協主席汪洋 訪問美國的時候 講得比你更肉麻 他說中美關係應該好像夫妻 是吧 不可以離婚 當時下面的聽眾 控堂大笑 因為汪洋說 好像是Murdoch 和鄧文迪 歧視 Murdoch 就是計劃 和鄧文迪脫歐了 OK 是吧 是吧 因為他接到種種 對於他的家族財產 利益不利的消息 是吧 你說這些越抱越緊 好像現在不是 你想抱緊 美國和西方 不想讓你抱緊 是吧 然後他說 好了 儘管最近 這個叫經濟前景暗淡 亞洲在中長期日 突出的地位是明確 全國經濟中心繼續向東轉移 中國東盟海灣地區都在發展 這些混合一堆 是不是 將來的經濟中心 是不是還是東方 我不敢說 不是 但是很明顯 現在美國呢 在軍事政治和經濟在部署 是重新設立一個 叫做全球化的B型 全球化的B型呢 是準備將俄國和中國排除在外 是全球化 美國沒有反對全球化 全球化是他搞起的 他是全球化的祖宗 是吧 不過呢 現在見過鬼怕客 不再相信你 現在呢 是在推動一個很大的重組工程 就是呢 脫鉤 是吧 首先晶片不賣給你 然後呢 現在呢 很多種種種的政策呢 頒布呢 是很多事情都不預理 OK 是 如果你打破台灣呢 那就還有責任自負 是吧 除了軍事方面的支援呢 是更加會將中國 好像俄羅斯和北韓 那樣進一步呢 是徹底孤立 是 那陶先生 其實這種呢 我也想說一說 這種是很典型的 中國式邏輯 的論述的方法 原理是什麼呢 通常他們會說一大堆 客觀的事實 跟著呢 就作出一個推論 但兩者是並無必然關係的 他不是客觀事實 他又說一種呢 約摸的趨勢 是的 這個趨勢呢 這個中文叫做勢 這個字呢 是很奇妙的 是有與無之間 是的 是你可以感覺 但是也觸摸不到 這個叫做勢 因為沒有具體的數字 或者細節 因為譬如他說 向東轉移 這個可能是事實 但是中國東盟 海灣地區蓬勃發展 那麼首先我們要問 東盟這些國家 究竟跟中國的關係 是不是盟友呢 還是跟美國方面 是有軍事和經濟的結盟呢 那麼這些東盟國家的經濟 蓬勃和中國的關係 有什麼關係呢 另外就算海灣地區經濟發展 蓬勃 舉個例子 沙地亞拉100 你說他們用人民幣結算石油 那最後有沒有用人民幣呢 沒有啊 沒有再提 他的蓬勃不關你的事 傳球經濟重心 繼續向東轉移 中國東盟 海灣地區蓬勃發展 新加坡也蓬勃發展 但是他的蓬勃發展的代價 是你香港內趣 因為你香港的資金呢 在這裡外流新加坡 幫助他蓬勃發展 所以呢 海灣地區也好 遠東 包括新加坡 中國甚至是越南的地方蓬勃發展 不等於你香港有份 他們好 不等於中國有份 反而是中國不好 或者香港不好 所以這個老董的時候 二十幾年前 中國好 香港好 香港好 中國更加好 是一個邏輯的謬募 我那時候問過了 是 這個一廂情願非常之美麗 但是What if 如果中國有一天不好呢 那香港怎樣呢 那香港怎樣呢 因為那時候我稍微記得 因為1997年的主權移交 很多董先生那時候說的 是代表了香港特區政策 和中國最高當局的政策 他那時候說 中國好 香港好 香港好 中國也好 是不是 是 但是在邏輯上 但是他沒有問 如果中國不好怎樣 就會怎樣 但是他那時候不但沒有問 還用一句口號去頂住 叫做明天會更好 是吧 明天會更好的同時呢 跟著他坐位之後呢 又說一個很矛盾的口號 就叫做居安私危 你知道嗎 是 如果是明天會更好 那用什麼居安私危呢 這就是你剛才想說的 中國人那種政治語言 是吧 他那種缺乏的邏輯性 和缺乏的那種正確的定義 他只是這種這樣的詞彙呢 是會令到很多普羅大眾 是憑一個感覺 他去接收一種感覺 是 不是接收一種準確 精確的科學的評估 然後呢 這種感覺是營造一種 大家feel good 的一種呢 虛無的信心 但是不是 這種信心不重要 你是要有信心 你要有信心 但是 跟著呢 就去了中國那裡 香港呢 背靠中國 嗯 跟著呢 就連英文 那個培訓 那個教育呢 都鬆懈了 還說為什麼我還學好英文呢 大家勇一國風去學好 講普通話 因為將來面對大陸 那我祝你好運 確實是 一直到2005年呢 就有這個叫SIPA自由行 那些水 都扔下來 包括香港和澳門的賭業 好了好了 你現在澳門怎樣 澳門那位人士呢 關鍵的人呢 是判刑18年 這個一役是 習近平那種 主政以來那種 急變 明明 動態精靈堅持 到底突然間停 是 明明呢 你是對俄國的援助 上不封頂 現在突然間呢 宣佈呢 對俄國呢 不結盟 不對抗 和不針對第三方 明明呢 澳門呢 澳門呢 是沒有做錯事情 已經幫你立法23條 和那位賭業的青年大亨呢 愛國愛澳呢 絕沒有問題 現在突然間判18年 這一種不可預知性 是很得人害怕的 是 和所謂的好 是什麼好呢 這些就是中國人呢 經常那些叫做 差不多先生 那我舉個例子 就是等於 譬如說 前一陣子我們說 柬埔寨的西港 西克魯克港 好不好呢 好好 二零一幾 一六年左右的時候 去到一九年 這幾年的時間 經濟好到不得了 那這種好 是不是可以令到 中國更加好 或者中國的投資來到之後 令到這個西克魯克港的 柬埔寨人 和裡面的人 更加好呢 那現在結果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細節了 對於香港動態清零之下 其實中國的動態清零 和它現在的這些對外的政策 是不是對香港的經濟和前途是好呢 中國好 香港好 這十幾二十年 有一班 那些香港的管治精英 在旁邊 是似時而非繼續誤導 譬如說 在六七年前 整個大陸 叫做用手機支付 叫做數字平台的消費 是比香港是更加發得的 數字之負 更加複雜的 是 那時候香港很多這些親中 或者這些銀行界 現在大陸很先進的 周圍那些 買一棵菜 買一棵菜 就搞定了 是吧 坐的士 不用給錢嗎 按什麼卡 信用卡已經落後 人家一聲全部 那些錢在戶口自動轉帳 你聽到周圍那些人說 現在那些以此為跡象 就說大陸很進步 是 是吧 以及已經將香港 扔下了 是吧 暗指香港落後 然後有一位教授 叫雷鼎明說 在大陸叫趙記 都可以用支付寶 這種種的樂觀的氣氛 也可以歸納為 董先生那時候說 叫做中國好 的大Picture 那一部分 突然間 這些叫做數字經濟平台 被習近平定性為 是叫做惡性的利潤擴張 然後全部給它掃長 是吧 這個叫做數字經濟平台 是被指為資本壟斷 和造成大陸的很多實體經濟崩潰 和失業的元兇 然後你看看那些做數字經濟平台 阿里巴巴這些 和其他那些美團滴滴出行 是什麼下場 是吧 那這個叫做 所謂中國好 吹了20年 那麼久 這個幻象 突然間 好就變了不好 習近平上來說 我說不好 OK 那下面的拆鞋子 現在是全部收了聲 是吧 所以你在香港現在 在這幾年 是進入一個這樣的魔幻的境界 嗯 就是基本的是非 和利弊的標準 是出現顛倒 就好像地球的磁場 中間那條地軸 是南北倒轉了 甚至呢 我大膽一點說 其實老董說的邏輯 其實應該是倒轉 是 中國好 香港才不好 中國不好的時候 香港好 這個是有理由的 我們看回歷史 你看回中國在49年之後 其實進入了政治運動 五、六十年代 跟著那些反右 跟著去到六七十年代的 文化大革命 餓死人 餓死很多人 當時也很多人來到香港 通過三次的大逃港 但是正正是 這麼多的難民 這麼多人拼死游水 包括劉夢雄先生 游下來香港 我們香港才有一個人力的資源 創造經濟的奇蹟 包括有錢的 好像唐長千 這些紡織家 或者是其他的藍來的 很多文人 學者 譬如錢穆教授 這些 其實正正是中國大陸的不好 就是政治運動 沒有飯吃 香港才變成 今時今日這麼繁榮 這些人才和資金就來了 好了 再不要說跟著五十年代 韓戰剛才說過 中間發大財 霍英東先生 也在那時候起家 接著去到六七十年代 越戰 中國當時也一窮二白 但是香港正正是可以 靠賺水兵錢 都混得不少 去到八九十年代 更加不要說 改革開放之後 其實中間很多貪腐 其實那時候 那些貪腐其實是中國不好的 但是多少港商在中間 賺到油水 有很多 再將這句說話 陳茂波市長說 香港作為聯通中國內地與世界的超級聯繫人 在地緣政治緊張時發揮獨特作用 請問 這個叫Google 算不算是地緣緊張時 是香港應該和世界發揮獨特作用的一個機制 是 Google最近 到現在 都是將你香港國歌歸類於叫怨榮光 是吧 那麼很多親中 不知道是不是特區政府派這些人去放棄 就說呢 是要取替Google 是要把香港Google的辦事處的職員 是拉了去 逼使到美國Google的總部就範 那請問 這些言行 你說是香港聯通中國內地與世界超級聯繫 是聯什麼系呢 還有一點啊 陶先生 我不明白 你也聽過近年很多言論 包括上海和深圳 就說呢 數年裡面已經超越香港 取代香港 那既然有上海有深圳 鄭家不要說那些什麼鴻安新區 你擺明是要取代香港 那你為什麼還要香港呢 是啊 擺明取代你不用那麼急 你財新網現在和他搭棚 為什麼呢 你叫他站上去 還在那裡打 來啊 來啊 香港有什麼優勢啊 那你以前十年八載 更加長時間 那你會說什麼呢 是啊 你會叫他們去上海 就是等於董那時候 香港發展的中醫中藥 說 你已經撥了很多資源 給至少兩家大學 這個中醫中藥 是吧 養兵癡用在一招 那你現在這隻病毒 既然在武漢那裡出來 是吧 你中國三千年 這個叫華陀扁著的文化 我請問你中醫中藥 研究出來沒有 是可以成為 不要說是疫苗 是吧 是對抗這個Omicron也好 Delta也好 的特效藥 不是又是沒有 是吧 你現在不是又是 在美國輝瑞那裡買東西 人家開六百元 你又說鹽貴要押價 到二百元 於是一泡兩三 是吧 這些話不是我跟你說 全部有案可稽 是香港特區政府 和中方官方說的這些 是吧 真理是檢驗 實踐是檢驗 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個也是你們的主人 鄧小平說的 是 實踐上來是沒有樣子 實踐上來是貨不對版的 實踐上來是另一件事 還有陳柳波說的很奇怪 其實這個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已經是很過時的 因為在改革開放 三年之前你都可以勉強這樣說 勉強這樣說 或者在改革開放的期間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當時中國大陸 中國還未開始正正式式進入世界的市場 WTO遙遙都未及 現在已經進入了世貿組織 是吧 每一個這些企業都去到美國的上市 其實中國已經是不需要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 現在突然間你說到香港這麼重要 但是你自己所有的政策 包括法律 就是摧毀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這個身份 你就出去宣傳香港是超級聯繫人 我覺得有點精神 所以你看到這張圖片 是財新望的那些記者 不知道是不是高級客 陳柳波說的話的時候 對眼睛就看了一個方向 你看前面有一個 外國的西方的應該可能的金融政經 就背對著他 大家不但沒有眼神交流 而且你看看這個西人 應該坐head table還是什麼 那個表情 那個表情是poker face 沒有任何的互動 陳柳波看著那邊說 這個鬼佬有這個鬼佬 他覺得很悶 他覺得你的speech 還未能夠打動他 我只是看這個角落 我不知道現場有沒有人在做會 拍手 我不知道 希望財新那裏有一兩個鬼佬的東西 給錢在裏面這樣拍手 這些中國人懂得做的 那我就看這張照片 這個人那個表情就知道了 那怎麼辦 是吧 超級聯繫人 現在呢 就將會是立法23條 立法23條呢 各方面 官方那裏有一件事說了 他說是不准 香港的非政府組織 香港的非政府組織 是跟外國的政治組織 是有聯繫的 其中一個香港的組織 就叫做外國記者會 外國記者會是跟西方很多的報紙 甚至是國會和智庫 是有政治聯繫的 這個立法23條呢 沒錯 你單方面說 我只是不准政治 但是怎樣去界定政治 OK 23條呢 是會杜絕這些叫做間諜的行為 OK 有一種間諜叫做商業間諜 是吧 打聽你啊 香港到底 你這個叫聯繫匯率 什麼時候取消啊 這個 有大陸的那個 有多少資金湧到進來 這些隨時可以界定 是國家機密 有多少資金走啊 有多少紅二代啊 在香港的豪宅套演啊 是吧 這些呢 對於香港身為一個所謂 國際金融貿易的聯繫人呢 是要透明的資訊 如果你立法23條 你由外國記者會的記者 走去索這方面的資料 那就算不算是間諜 是 除了外國記者會 外國記者會就很容易明顯的了 但是還有很多 非政府組織 諾斯會啊 無國界醫生啊 無國界醫生啊 這些呢不要小看 其實他們因為他們 跟很多 歐洲或者美國那邊的 慈善組織是有聯繫的 其實這些 外國的慈善組織 很多時候是 政黨下面的錢 去成立的 還有 不止 還有教會 對呀 特別是有些 其實是國際化的教會 那你也都跟外國 可能自己的 同中 或者同那個 中派的教會 是有聯繫的 特別是派很多人 可能去過去 去宣教 又或者是 去進行一些 交流的活動 或者請外國的牧師 或者神父過來 那這些教會呢 其實你不要以為 什麼政教分離 對呀 外國的教會 背後也有很多 是接受捐助 或者是有些 政黨的背景 捐助那些錢 你是不是要逐筆逐筆查呢 對呀 對呀 當你拿著 這個外國記者會 那個地契的造藥 親中的那些 外國的 你說我隨時 撕你查 隨時我不做藥的時候 是吧 那怎樣叫做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越抱越緊 還有23條 有間諜罪的 我中有 那怎樣越抱越緊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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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這樣的 三年來 這些所謂 再加碼 這些 不會越抱越緊 這些好像 以前去disco 這些香港仔 去disco 等到最後 那隻慢歌 想追女兒 想越抱越緊 那條女兒 就用手肘頂住 對你沒有意思 你以為今晚有夏文 在蘭桂坊那裡揚翔 而去接的士兩個 不用想了 是吧 加上現在美國很明顯的策略 是加強是針對中國脫鉤 這個呢 我想呢 劉鶴也好 這個在Darvos講話也好 還有這個陳茂波也好 他自己內心知道不妙 嗯 在兩年前呢 親中愛國的人說 你走一走多些 走多些 那些乳血 有這個真兇 可以由大陸的人才 去輸入 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是 走多些醫護人員 你可以用大陸的醫生 去涉及 這些大陸的醫生 能否入得到養和 和這些 同月球人 和星球人 去爭飯吃 或者爭利益 陶先生 我們在電台都說過 說到的淺詞是最老實的 是不是 超級聯繫人這個角色呢 並不是對香港人最重要 是對中國大陸的人最重要 因為如果香港 好像現在這樣 已經變成呢 和深圳沒有什麼分別 或者只不過是廣州的一部分 其實這個聯繫人的角色 一失去呢 就倒轉是中國大陸的人才 和資金是不會來香港的 因為他的感覺 其實我為什麼不在深圳 或者我為什麼不在上海呢 甚至如果我真的要離開 或者我真的要去感受一下 西方的這些文化 或者是這些學識的時候 為什麼我不直接去一個 更加比香港 國際化的新加坡呢 所以大量的資金和人才 現在是源源不絕去新加坡 如果有新加坡的朋友 告訴我 最近的樓價和租金 是不是升了很多呢 是不是人頭湧湧呢 這個污漬了 說這些東西 你記得嗎 前幾年也是 說澳門要面對全世界的蒲雨區 是不是 打造一個叫蒲雨國家的貿易樓 是不是 澳門現在這樣 有多少個蒲雨國家落膽 是不是 你打造澳門 作為另一個叫國際貿易中心 現在做了多少 是不是 那時候 是 澳門是蒲雨國家的 前殖民地 是殖民地 有個地字 是不是 現在針對於講葡萄牙文 那些 巴西 莫三秘級 這個葡萄牙 你可以搭雞盆 叫他們賣位 現在賣了多少位 人呢 人去了哪裡 錢呢 公司呢 是不是要交數了 是 就等於鴻安區 在大陸都被人偷 是吧 是 鴻安區現在 你落實了多少 一天只有一班火車來回 是吧 沒有人的 所以 年尾流流 我們看到香港 特區政府 財政司司長 都要走去瑞士 我希望他那層 頭等機票 是不是舒舒服服 是不是 那個頭等機票 我不知道哪些航空公司 要是國泰 要是瑞航 吃那個餐 是有 那個 不緊的 牛扒 是半生熟 煎得好 我們正能量 還有米茲連提供 這些就是正能量 香港賺了 香港經常說好 老董所說的 中國好香港好 現在中國解除了動態清零 那應該只是賣奶粉賣藥 是吧 都應該已經夠吃了 不用去到這些歐洲地方 去再找其他歐美的人過來 要遭受國安法的監視 現在香港特區店的傳媒 很容易做的 那些電視新聞 就把這幾句說話生病照抄 照抄你下面那些就看 看完之後 你覺得感覺好就好了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好 多謝各位收看 歡迎 還有多謝各位加入 我們做這個叫做會員 頻道會員 頻道會員 好了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好 下集再會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風雲谷YouTube頻道 是在香港時間 星期一至六晚十點播出 星期日會有合集重溫 現在每晚都有超過一萬位觀眾收看直播 每集的收看人次平均超過二十萬 而訂閱人數也向三十萬進發 風雲谷是完全免費播放 我們兩位主持人 陶傑和白偉聰 就算長途不洩 都要坐在一起做節目 目的就是為了盡善盡美 在新的一年 風雲谷會推出頻道會員制 加入的會員 除了專享風雲谷會員專屬影片之外 還會有專為會員而設的特別內容 外景特輯和直播互動等等 而我們也籌備專為會員而設的限量珍藏紀念品 當然不少得得意可愛的風雲貓 陶生和鮑Sir親筆簽名的Postcard等等 作為對於大家長期支持風雲谷的一點心意 各位想做頻道會員很簡單 你可以在本片的描述欄 點擊最上面的連結就可以加入 而除了剛才提到的會員專享之外 你還可以在直播或首播時段 使用專為各位會員而設的陶生Sticker 下一階段 更加會有鮑Sir和風雲貓的Sticker 而在你的名字旁邊 會有一個很特別的頻道會員分帐 這些都是我們對於各位支持者的一點心意 有心有力的朋友 還可以同時加入陶劫Patreon 和霸偉聰衝心直說的Patreon 兩位的Patreon除了一至六風雲谷的聲音版 各位下載隨時收聽之外 亦有陶生和鮑Sir更多的文章和節目 和大家細細聲密密執 我們相信有大家的支持 風雲谷團隊一定能夠越做越好 我們期待和大家一起攜手 翻山月嶺走到黎明來到的一天 再一次多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